小哥晚上好 均匀等到你直播了 变得更漂亮 没有 这身衣服是哥哥他给我买的 然后今天就是白天带我去买的衣服 这是一身旗袍 没有吧 你哥哥 这是吧 什么意思啊 没有买手机 就是哥哥他给了我一个他备用的手机 也是苹果手机 好像是苹果14吧 我这个字幕为什么那么大 这个怎么调 为什么我手机弄的这个字幕这么大呢 这个在哪里调啊 站起来我看衣服 我等下再起来吧 等下再给你们看好 你们既然进来了帮我们点 帮我点点赞 谢谢 你出来上班了就不要回去了 我都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现在该怎么办了 对 姐姐她真的把我手机摔坏了 然后哥哥她昨天 昨天不是给我拿了一个她备用的手机吗 然后她哥哥她先让我用着她那个手机 不是 我在想这个字幕在哪里在哪里设置啊 太大了 完蛋了 这个字幕可以点吗 我看一下我可以点吗 嗯 公平设置 嗯 公平设置 嗯 公平设置 想后吧 低 哦 可以了可以了 哦 这下可以了可以了 哥哥呢 我哥哥她现在出去了 她刚才下午带我吃了饭 她说她有点事情 朋友喊她 所以她出去了 所以她就给我开了一个 开了一个酒店 她先让我在这里休息一晚上 然后明天带我去她公司上班 晚上好呢 莫喊哥哥呀 说什么 怎么可能喊老公 天 你们在说什么呢 你一个人说 那肯定是我一个人睡了 如果你在阿谷这里上班的话 只有你出来了 什么 什么意思啊 没听懂 别说地址 要不你姐姐又上去了 姐姐她现在不知道 但是她一直给哥哥打电话 一直给哥哥打电话 去上班不应该在家 哎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我现在要回去呢 还是真的留在哥哥这里上班 我现在在纠结的这个问题 因为我不知道哥哥他带我去上班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做 你现在整大了 有自己的 什么呢 千万别回去了 是吗 我不知道 我 我害怕就是 真的去哥哥公司上班了 会不会麻烦她 然后拖她后腿啊 我现在害怕的就是这些 你回去姐姐还欺负你 姐姐她是欺负习惯了 她就性格就那样子 她是习惯了 唉 你在外面上班别回去 但是我害怕拖累哥哥呀 还有我在想的是 哥哥明天他要带我去他公司里面 那我 那我去 我不知道 他给我安排的是啥工作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呢 万一我不会做 那怎么办 这不是拖哥哥的后腿吗 我现在是啥都不会的 包括电脑我都不会玩 祝你 祝你要学很多了吧 应该 慢慢来吧 唉 现在可纠结了我 唉 慢慢学慢慢来 不会就学没有那么难 但是我一开始 过去 真 就是啥都不懂 然后坐在那里多尴尬呀 对不对 慢慢来什么都不会 要自信 所以哥哥他说明天要带我去他公司看一下 所以我现在就直播 我 然后在这里我一个人也有点无聊 所以我就开直播了 然后跟哥哥姐姐你们聊一下 然后 问你们我明天到底去还是不去 唉 但是我 我不聪明啊 我不聪明啊 可以学 写天会慢慢来 是 去吗 但是真的去会不会就是拖累哥哥这些了呀 哥哥我会帮你 啊我姐姐他给 他为什么要吃我的鸡啊 你现装有点丑 我现装是的 给我们看你衣服是吗 好我站起来给你们看哦 试医生起跑 天我看 这样子的 看到没有 试医生起跑 天哪 这里没有没有那个凳子 所以我只能坐在地上跟你们聊 我的脸都红了 站起来因为太矮了 你不要肯定那么多鞋都是从不会开始做起的 但是我太笨了你们知道吗 就是 以前 接触的也少 然后做的东西也很少 然后我现在害怕的就是哥哥他明天带我去他公司给我安排的工作 我害怕我做不好 啊有东西垫着的 有那个就是那后面那个 就后面那个 我用那个垫着做的 没有衣服哥哥是在实体店买的 就是今天白天带我去买的中午的时候 哥哥他带我去那个实体店里面买 然后他觉得我穿 穿着挑了好几件 然后哥哥觉得这个好看 然后就买了这个 然后还买了一件外套 还有里面的买了一些衣服 都包子很尴尬了 还带我去吃了很多东西 你不觉得哥哥会上线 我也不知道 我现在我现在我真的不知道 姐姐把你衣服全部烧了 啊 怎么可能 不是他烧我衣服干嘛 我饿得好了呀 那次姐姐他只是这样 就这样子他只是有点肿 没那么严重 他只是有点红 第二天他就消下去了 没有那么严重都没有上半的 只是有点红吗 鸡也吃了 蛤 不是他他吃我鸡干嘛 就一只老母鸡啊 还卖了我的猪 怎么可能你们别瞎说 我猪还有那些我是托给我叔叔 就是我宁居 就是我叔叔我让他帮我们看着 然后我们过年也还有一个月嘛 还有一个月我们那边就过一组年了 那我想着出来就出来吧 反正哥哥他说给我找工作 然后去他公司里面上班 我想了想也行 然后跟哥哥过来看一下 然后趁还没过年前 自己挣点钱 然后回去给爸妈买过年猪 我是这么想的 然后一直在家里面嘛 跟姐姐一直吵架也没有意思 觉得 还是给他给姐姐一点空间吧 不然我一直在他那边 他也很嫌我烦 然后一直说我 不要回去了 过年过年是要回去了 因为过年爸妈都回来了 能走出来是好事 所以我昨天就跟哥哥过来了呀 你长这么大还在吵架 那我感觉 我不知道你们 你们有没有姐妹啊 就是有没有娘姐妹经常吵架的 我跟她呢 我跟她就是从小就吵习惯了 对 轮村确实很辛苦很辛苦 但是每天做的 就像我们每天干活 心是辛苦 但是一天过的感觉很充实 就是没有那种烦恼 知道吗 担心家里面人 你好找工作吧 嫁给 不是你们在说什么 哥哥只是哥哥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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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么多哥哥姐姐 喜欢我们 也是一位哥哥 才认识到这么多哥哥姐姐 叔叔阿姨她们 不然怎么可能就在一个手机里面 认识她家呢 对不对 都是多亏了 都是多亏了哥哥 我有太多感性的话要跟哥哥说 但是我一见到她 我就不知道说啥 就是说不出口的那种 就是很紧张 你们知道吗 那是紧张的 连一句话都讲不出来了 谢谢 谢谢 谢谢你们的夸奖 但是 但是 但是这都是手机里面的 现实的你们没见过 这就是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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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我很紧张 很紧张 我只要一见到陌生人 我就很紧张 说不出来话 但哥哥不是陌生人 但是 但是真的我 可能就是 不擅长吧 不擅长 不擅长 沟通这些之类的 我一个人还好一点 就是跟 跟别人的话 就有点 哥哥对你这么好 这么好的人生很难遇到 我知道 哥哥很好 我知道 所以姐姐她也很喜欢哥哥呀 对不对 然后哥哥她也是 只是帮我 当做 当做 当做妹妹看蛋了吧 应该 我姐姐她是不是在直播间 姐姐她是不是在直播间 我在想 我姐姐肯定又 肯定在直播间 但是要去找你 没有吧 大学生神经不正 她就那个性格 没有精神不正常 她很正常 只是性格就是那样子 她 只对我凶吧 我也对别人 她是凶不起来 她怕得要死 唉 她说把你猪卖了 她不敢的 她只是嘴上说说 她不敢卖的 她卖了都说爸妈回来 回来 要跟她吵的 我嘴巴歪是吗 金香的原因吧 应该 唉 她对你那么凶 你姐好坏 唉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她 然后今天哥哥真的她还带我去吃很多 很多好吃的 她要卖掉你 她为什么要卖掉我 她卖掉我干嘛 姐姐说了要给你衣服烧掉 给你的床 被窝都要烧掉 那个 她来的要把家里面都烧掉吗 她把房子也烧了吧 她这样子的话 说不动她的 我天哪我跟她没说她吧 你给我刷礼物干嘛 我姐姐来了 这个 我要把它拉黑 我害怕她 这个怎么 不是怎么上来了 不会呀 我们要不要黏姐姐了 我不敢了 我害怕那个 要不把姐姐 你申请一下 你申请一下 我看看 我我看她要干嘛 她是不是真的要把我衣服都烧了 黏是吧 行我黏她 我问她的啥意思 我也没想到去 你什么意思啊 为什么不接我电话啊 你甲气满意了是不是 你什么意思 你说话 你要把我衣服烧掉什么意思 他们说你要把我的床还有我的衣服 这是烧掉啥意思 烧掉啥意思 你死的意思 很奇怪啊 你什么人啊 为什么不接我电话啊 你把我押下哪都弄到哪里去了 你把我押下哪都弄到哪里去了 你把我押下哪都弄到哪里去了